今天的TBS聊國際呢 我們要帶來關心到是我們的氣候 因為現在受到了全球暖化的影響 無論是最熱的赤道地區 或是很多冰川區塊也都出現了影響 我們先來關心到赤道地區 尤其大家很熟悉的亞馬遜叢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到周邊原本都是綠油油的 現在其實可以發現到 整個森林被砍伐的情況是非常明顯 而且他們出現了歷史性的乾汗 居民可以說是無水可用 現在可以說是發生了13年來 第二嚴重的乾汗 很多居民根本是沒有辦法生活的 例如說第一個水龍頭打開 照理來說會有自來水嗎 竟然沒有水 他們只有靠當地政府的水灌車來送水 再來嚴重乾汗 當然也影響到他們的很多作物 像是樹鼠 香蕉 咖啡這些作物 養魚的方式 這個產量也都是明顯減少 光是農漁民就預估說 他們的損失高達了四成之多 還有也影響到一般人類 他們的居民的健康 呼吸系統的疾病是大快速的增加 數量也明顯偏多 專家就說了過去可能大概每15年 才會有這種非常乾汗 或是汗烙加劇的情況發生 但現在每3年5年就會發生一次 再來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冰川 其實現在不斷的在溶解當中 但瑞士的冰川的萎縮的速度 非常驚人 兩年之內就消失了10% 我們再來看到在2022年到2023年的時候 已經有10%的冰川消失了 你跟這個1960年代到1990年 如果換算下來30年減少的量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多的 所以可以說一年的時間就抵了過去的 30年融化的這個冰川量 甚至在瑞士已經有很多的小冰川完全消失 連高山超過3200公尺的高山 都有冰層消失 所以說到了這個世紀末 事件上可能有一半的冰川 都有可能再也不復健 這當然是一個生物 還有整個環境當中所帶來的景緒 那其實靠近我們的台灣 現在也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 造成很多農作物都備受影響 尤其如果我們尺度再放到全球來看的話 全球的米也受到了嚴重影響 尤其這個量少價錢就會往上飆漲 全球的米價在8月份的時候 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還有戰爭的影響達到一個新高點 用油熱鍋爆香調味再加入白米飯 還有淋上蛋液 大火快炒香氣立刻飄散出來 無論餐廳還是家常菜 都少不了這一道台式蛋炒飯 用的就是台灣在地白米米飯飄香 不過物價起漲白米也不例外 米飯是最主要的我們的主食 對 所以不管是宴客啊 小吃啊 它都是有米飯在裡面 米飯炒飯啊 煮粥啊 都是要用米下去煮 因為我們物價一直上揚 然後白米也是一樣 每年逐漸的增加這個10% 20%左右 對 今年也漲幅在20幾%左右 成本就會上漲一點 對 不過這都是由我們店家自行吸收 通膨的影響下 餐廳業者成本壓力都提高 尤其在世界最大稻米出口國印度 禁止部分稻米消往海外 導致全球米價在8月上漲9.8% 創15年來新高 泰國米出口價上漲到每公噸超過600美元 大約台幣2萬元 比去年同期飆漲將近50% 而我們台灣是稻米生產國 在價格上躲過一劫 全台12期稻座的產量一年有140萬噸 不過我們全年所使用的稻米產量只有120萬噸 等於是非常的充足 不過今年的稻米市售價格 還是有比去年稍稍的上漲 主要原因可能是受到氣候影響 以及國際趨勢 這個是我們稻谷的平常冷藏的倉庫 打開冷藏室堆滿一袋袋 農民剛收割下來的稻米 這些都是要準備出貨到賣場 但目前收到整體市場價格波動 每公斤的百米價格仍然有上調 尤其在新屋種植的鄉米價格更高 這個就是我們桃園三號 桃園三號稻谷的一個半成品 因為它必須要全程 全程都會要有一個紀錄 比如說在生產端 或者在我們銷售端都要有紀錄 所以會貼上那個產銷履歷的標章 這是屬於鄉米的一種 對 所以它這個價格會比市售米 大概多個20塊每公斤 依照品種不同 百米價格也有差異 但長期以來台灣的稻米產量 都能自給自足 甚至過量 再加上現代人的飲食習慣改變 所以政府也會徵收工糧做調配 但近幾年氣候變遷衝擊 中南部遇大旱 南部頻繁收耕 栽種面積減少 再對抗旱季的成本也提升 是台灣稻農得面臨的危機 會受到我們整體大環境的一個影響 像今年的話 南部因為他們是乾旱的影響 所以說在這部分 南部它沒有生產的情況之下 在我們北部的農民來講的話 它整體的價格其實都還會比一般的 收購價格都還來得高 所以說在我們最後生產一個階段 從南部開始收割到北部來講的話 我們北部地區的價格是最高的時候 最近五年國內耿白米的一個零售價格 年平均價格是介於41.25到42.63元之間 這個價格的話算是非常平 9月份從9月1號到9月23號的一個 平均價格的話是 每公斤是43.64元 這個價格跟去年同期 去年9月來比較的話 去年9月是42.70元 也就是說從去年到今年 一公斤的話大約是上漲0.9元 那上漲幅度是2.2% 所以國內的一個米價是非常平穩 好相信大家還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南部大旱就是因為這個氣候變遷的影響 而且在今年已經非常確定 就是一個聖英年了 對我們台灣的天氣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甚至對全球可能都是有 非常毀滅性的一個破壞 我們先來關心到溫度的看法 以今年來說 2023年基本上已經篤定了 就是這個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 尤其在8月9月 基本上它的月均溫 都是來到了全球的歷史高點 明年2024還是一樣嗎 很多專家的預測看法是 哇 這樣會比今年還要再更熱 尤其我們在講說 跟非工業化年代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我們都會說1.5度是一個門檻 但現在我們的全民均溫度 已經比未工業化的時代上升了1.4度 當然對全球 不論我們剛剛看到的農業也好 還有整個工業體系 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以今年來說 其實今年剩一年 已經嚴重影響很多地方民眾的生活 我們一一來看 像東南亞地區 因為過度炎熱的關係 天乾物燥就非常容易引發火災 還有大家記得了歐洲地區 其實在今年也是野火不斷 再來印尼地區 因為野火影響到了空氣品質 非洲 南美洲 糧食的安全 衛生的安全 以及在疾病 其實也都是明顯的大幅的增加 也導致我們的生活空間 變得更加的不穩定 那我們再來看到 到底要怎麼應對這件事情 當然趕快的減碳降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其實除了剛剛我們說的這些之外 如何建立抗災能力 還有相關的韌性以及氣候預報 提前規劃援助計畫 還有國際社會 對無力應救災害的國家 是不是可以伸出援手 這也都是大家非常希望可以做到的 不過回到台灣 我們還是要帶來關心到地震朝夕 尤其在今天傍晚6點36分的時候 發生了瑞士規模5點8的地震 那未來還會不會餘震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氣象局的看法 天花板吊燈突然一陣搖晃 還在搖還在搖還在搖 TVBS位在台北10樓辦公室 也是晃個不停 就連漁港水也明顯晃動 11號晚上6點36分 全台發生有感地震 正安位在花蓮縣復里鄉 地震深度17公里規模5點8 花蓮台東的民眾 也都收到國家級的地震警報 那由於這一起地震的深度很淺 所以對於整個台灣都造成 明顯有感的地震 氣象數測得最大震度 在花蓮復里有5弱的震度 台東長兵 南投玉山有4級 其他嘉義縣阿里山 雲林 草嶺 花蓮市 斗六 六龜 還有圓林 三億等測到3級 雙北市 桃園 宜蘭 屏東 新竹等地有2級 就連離島 澎湖馬公也有1級 全台幾乎有感 為在高樓層的民眾 明顯感受到天旋地轉 初步判斷這起地震的成因 與飛濾邊海板塊 跟烏雅板塊碰撞有關 那由於它是在板塊 弧路碰撞的前緣 所以地震的深度比較淺 氣象數也說明 今年總共測得18比規模5.0的地震 3比超過規模6.0 這次的地震算是今年規模最大 而跟去年池上地震的位置相比 去年在比較偏北的地方 這次這起靠近縱谷區域比較偏東側 不過目前還沒有觀察到比較顯著的餘震 也不排除未來三天內 會有規模4.5到規模5.5之間的餘震發生 民眾得要隨時留意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